美國股市又再破頂,哪管新冠疫情仍在惡化,以及總統大選後的不確定因素根本未消除,事後回想,市場根本是底子相當樂觀,大多數都傾向買貨,加碼風險資產,因此,在市場充斥負面消息及樂觀預期兩者之間,投資者都是靠近後者而行, 這就是資金多勝於一切,有錢就可以改變原本負面情緒的事實,大選之後,上週由疫苗有進展的主題接力,疫苗這個主題說了大半年, 關乎各大機構之前的預測,經濟會額外提升,市場對通脹預期會稍為增加,結果是債息會向上,同一時間,由於疫苗牽涉全球對來年樂觀或悲觀的定條, 臨近年底原來有進展了,市場每逢年底傾向對來年普樂觀的態度習慣,就似乎可以更紮實,事實上,市場對來年的盈利預測幾乎全數是樂觀的, 單以區內為例,部分大行預測盈利平均有兩成左右增長,當然這很大程度見基於今年相當低的基數,經濟及盈利改善,以及派息率相對吸引,股市仍然為資金提供了進一步流入的誘因, 估值高呢?老實,投資者很多時候都事熱衝於買個感覺,及到注足底反彈期間的聲勢燦爛,至於增長可持續性及無利率表現等指標,或許代手輪炒底上升完成後,再逐一探夠吧。 。